欢迎继续收听《盗墓首扎》 作者 邪灵一把刀 演播此今 精彩继续 《盗墓首扎》第九十章 我们四人的目光 顿时被头顶三具棺材吸引而去了 那些烟雾顺着棺材 缝被吸收了 诡异的情景仿佛恐怖片一样 让人不寒而栗 豆腐手里轮着钢棍 喉咙咕咚咽了口唾沫就说 看样子 这三具棺材里面都有东西啊 怎么办 三对三有把握吗 顾文明说 难道里面真的有鬼吗 话音刚落 头顶上棺材盖子 忽然发出砰的一声响 我以为翘起了一些 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顶一样 就在此时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现象让我手脚冰凉 脑海中一片混乱 一开始 我以为棺材之所以可以倒挂在头顶 是因为被什么东西给钉住 但此刻那棺材盖子完全被顶了起来 按理说 在地心引力作用之下 棺材盖被顶起来之后 应该直接掉落下来 但理气的是 它被顶起来之后 居然又落了回去 稳稳当当地 风盖在棺木之上 这种现象 完全违背了物理常识 我不禁心头震动 心想 难道真的是我们这异性四人中 正是倒悬在空中吗 可是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离奇古怪的事情啊 不等我从这个问题中回过神 豆腐忽然倒抽一口凉气 伸手指着右侧的一具棺木 示意我们去看 指尖那里 赫然伸出一只白森森 有如带着皮肉的人手 那手不断往外探着 推举着棺材盖子 仿佛要爬出来一半 顾文敏是完全吓傻了 抱着我的胳膊一动不动 嘴唇有些发白 冯鬼手到底是老江湖 狠狠吸了一口气 瞎声说 准备好武器 他要出来了 话音一落 上方棺材盖猛然被推开了 棺材盖并没有掉落在地面之上 在空中打了个转 居然又贴到顶上了 就在这时 古文明眼前忽然说 你们看 棺材盖上有些黑色的东西 被他一打岔 我甚至忘记去看棺材里面的东西 转眼一看棺材盖子 顿时恍然大悟 只见棺材盖四个角 赫然有几个圆形东西 黑漆漆的物件 若没有猜错 想必是磁铁无异了 难道 这墓顶内部 其实是相见了磁铁的吗 这么说来 并非是我们被盗治了 这个认知让我松了口气 能想通的东西 总比不能想通的要好 下一秒 我将目光移向棺材内部 只见那棺木中 赫然躺着一具 身着白衣的古石 尸体尚未腐烂 皮肉惨白 如同抹了白粉似的 双手长了长长的指甲 挥舞着仿佛要出来一样 但却不知为何 始终无法离开棺材内部 豆腐见中 松了口气 随即喜道 我明白了 这尸体体内 没准也有磁铁 所以被膝盖盯上了 顾文敏神色 也放缓了一些 迟疑说 这么说 他们下不来 豆腐点头 肯定是这样的 随即 冲上面的尸体 扬起了手 就说 粽子你好 粽子再见 不 那棺材中的尸体 面容异常惨白 十分的害人 这 这气氛 着实有些尴尬呀 虽然仿佛被什么东西吸住了 被困在棺木中 无法下来 但是 我的直觉告诉我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是谁造了这个倒置的墓尸 又为何用这种磁铁 做成这种格局 棺木中的尸体 总不是摆在这当摆设的吧 这白衣尸一看 就是殉葬的人 而且身份 肯定比殉葬坑里 那些死尸要高 其实 墓中启尸 并非是常见的现象 正所谓生死轮回 古人对于死亡 是十分敬畏的 修建灵木之时 死者的安宁高于一切 若死者死后不安 才会有启尸之变 这个不安有多种原因 比如生前最后一口气未落 遇见活人扬起冲撞 便会失变 又比如 藏地风水有益 导致死者不安 产生失变 归结起来 解释墓葬之地出了问题 此刻乃是难得一见的 凤凰转警 按理说风水极佳 适合死者往生才对 怎么却处处都有失变呢 莫非 这地方的风水 出了什么问题不成吗 这么一想 我不禁想起了之前的湖水 心中不由冒出一个想法 目前有权 乃地用生机之相 但时转物移 地理变化 神泉变为大湖 湖水倒灌入木 冲撞了殉葬坑 从风水角度来说 这恰如一盆冷水 浇在火凤凰头上 灭了凤凰的生气 莫非正是因此 才使得原本的积雪 变成了凶木吗 正想着 另外两具灌木的盖子 也被顶开了 灌木中赫然也是两具 同样身着白袍的死尸 面色惨白如粉 挥舞着干枯的两只臂膀 想从灌木中挣脱 朝我们而来 这景象看起来 实在是有些害人 好在这三只粽子 似乎都没办法 下来危害我们 众人观察了一会儿 便微微放下心来 只是对于牧师的 古怪结构 还是有些不知所以 顾文敏眼睛比较尖 就在此时 他一了一声就说 你们看 棺材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我们三个朝棺中望去 除了尸体遮住的地方 其余地方是黑乎乎一片 有些模糊不清 也看不出有什么 我于是将头顶探照灯 调了一个角度 煞事间灯光直射入棺木中 打在尸体惨白的脸上 那尸体猛然之间 似乎更加猙獰了 饶恕我胆大 也不禁心中一个哆嗦 强行将目光 从尸体猙獰的脸上转移 赫然便发现 尸体头顶的上方 竟然有一面黄铜镜 古镜驱邪 在尸体头顶放镜子陪葬 也并非没有 不过这镜子 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 尸体照样起尸了 顾文明一见 似乎有些失望 说道 原来是一面镜子 豆腐砸了砸嘴 不然还有什么呀 这三具尸体 一看就是给那位公主陪葬的 虽然身体干扁 但是我敢打赌 肯定是男士 顾文明其道 为什么这么说呀 这尸体身着白袍 干瘦无肉 你还能一眼分辨出男女吗 豆腐一副 你很傻的表情 看着顾文明就说 顾美女啊 你平时挺聪明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 怎么想不通呢 古人说 誓死如是生 虽然那位公主死了 但是 也得有两个拼头 不是吗 没有两个蓝颜知己 她得多寂寞呀 我正被这古怪牧师 弄得一个头两个大 猛然间听豆腐 这么一番言论 也是只觉得哭笑不得 正打算开口教育她一下 公主的情人不能叫拼头 拼头那是乡村野夫才会叫的 公主得说是面首 或者说是狼公子 话没出口 便听冯鬼兽尽道 我明白了 快 你可灭掉所有光源 她话音一落 当前灭掉自己的头灯 我有些不放心这老家伙 没有立刻照做 而是问道 灭灯座上面 冯鬼兽声音特别焦急 低声地喝道 来不及解释 不想死在这里 就赶紧关灯 说话间 她将地上那跳动 绿色火光的蜡烛 也给灭了 此刻情况诡异 我估计 她是不敢玩什么花样的 或许是真有什么变故 便冲顾文敏和洞腐 使了个颜色 三人听有默契 齐齐灭了头灯 刹事间整个墓室里 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墓室的灯光一灭 周围黑的身手不见无知 又联想到头上还有三举 张牙五爪 惨白的老尸 便觉得头皮发麻呀 四面八方都透着一股阴冷 豆腐哪里受得了这个气氛 顾文敏温热的手指 紧张地扯着我左手一袖 他更干脆直接抱着我的右臂 躲躲缩缩地说 我怎么觉得这灯一灭 就有点阴森森的 老王 你打什么哑咪呢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我左右各一人 跟吴伟雄缠住了一样 一时心中觉得好笑 倒冲散了那种不安感了 黑暗中 除了豆腐的说话声 便只剩下头上三具尸体 击打棺木的声音 声音在墓室里 显得很空洞 冯鬼手的气息有些急促 缓缓地开口说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这是个鬼迹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咱们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